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Kat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年度腮红爱用 非常不多说直接开始吧 那第一个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一个面部盘 是Sheloktubry他们家下半年出的吧 它的这个彩盘包装贼好看 是那种粉色贝壳的感觉 大家是不是很美 有一种芭比娃娃的感觉 里面的分别是两块腮红和两块高光 高光的都不是那种比较偏米白色的 所以就是我更推荐的还是这两块腮红 那这两块颜色呢分别是奶茶杏粉色和桃粉色 一个呢就是跟日杂日常挂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可爱甜细 这四颗颜色上皮肤呢都是非常贴肤的 因为整个这盘它压粉比较实 所以说它显色度不会过于的高 而且这四颗都可以做眼影色的 然后它的那个珠光色可以用来提亮眼头和卧蚕 那这盘就是集颜值和粉质都非常好 然后颜色也很好看 那第二个想跟大家推荐的呢 也是一个盘子类的 这两盘是整个视频为二的两个腮红盘 是Desic他们家颜色很浅的盘子 那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颜色非常浅 还有一个是这种比较暖色调的 这盘呢我是比较推荐大家用来做腮红打底 或者是面部提亮的 这两盘呢我是想了很久 最后还是想说着重跟大家推荐冷色调的这盘 因为暖色调的这盘呢都比较暖 可是冷色调的 它的这个颜色其实是可以用来给暖色调的腮红打底的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 它的实用性更强一些 就是又能够提亮中和面部的黄气 也可以给其他的腮红做一个打底 那这盘它的压粉其实没有那么实 是稍微有一丢丢飞粉的 而且很多人说因为它饱和度比较低嘛 所以它上脸呢不会过于显色 如果你想让它充当一个单色腮红 让它显色的话 其实要涂很多层 那难免就会有那种面粉糊脸的感觉 这一排我是建议大家少量的去体调 或者是充当腮红打底的一个功能 当然也要看你的个人习惯 有些人可能是喜欢直接快速的涂一个腮红就出门 但我涂腮红是喜欢那种 结合几个颜色来涂 就像今年其实我在我的修容和腮红上面蛮话功夫的 所以我愿意在涂腮红的时候能多加一个步骤 能让我整体腮红看起来更好看 当然我现在脸上这腮红不是这盘 我一会再跟大家说 下一个要跟大家推荐的呢 是3CE他们家新出的这个银边的 之前年度眼影盘有跟大家推荐同系列的眼影 他们家这个系列的腮红其实我觉得粉质都做的蛮不错的 那这个颜色是我主要想推荐给大家的 就是Sly Slowly这个颜色 它是一个比较偏健康的橘粉色 在我脸上更偏暖粉掉一点 它不是那种非常非常雾眠的 它是带一丢丢那种绸缎的光泽感 上脸非常的健康元气 然后它的粉质也是非常非常贴敷 整个颜色的显色度呢也是做的恰到好处 不会猴屁股 但是也不会说它刷一点不显色 所以这个就是可农可单 下一颗腮红呢是独角兽系列的05号色 色号叫半熟蜜桃 就是一个很可爱的蜜桃色 我自己觉得相比于他们家之前那一代的腮红 它的粉质和显色度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所以这颗的粉质还是颜色我都觉得很好看 想要蜜桃色选它就对 然后它的这个包装也是很可爱 有一个独角兽的感觉 下一颗呢也是他们家的 这颗呢是他们家草莓洛可可系列的 色号是02号纯真童谣 它是一个非常干净非常可爱的颜色 你看就是很公主 但是又不会过于八笔粉的颜色 上脸非常的嫩 也非常显白 它去黄气也是蛮不错的 它里面的这个浮雕压纹也超级好看 同样的粉质显色度我都是比较满意的 不会过于猴屁股 但是也不会说刷几笔的不显色 那下一颗腮红呢是G9 B01赤裸云潮 它是这么开包装的 这颗颜色呢是一个比较偏灰粉调的感觉 它粉质也是蛮细腻的 一单涂它呢很日常很好看 而且因为国货它定价比较低 所以我觉得性价比也算是很高 下一颗想跟大家推荐的呢是Bernifay 他们家的这个迷你腮红 其实它是有正装的 但我买的是比较小包装的这个 Peaching这颗颜色呢是这样的 是一个很浅的米性色 但是它里面呢是带珠光的 它上脸的光泽感非常漂亮 我自己觉得它是不太会显毛孔的 也非常贴肤 上脸的感觉显得肤质非常的好 这颗颜色用来画卧蚕也很米哦 那最后一颗腮红虽然是我才入不久的 但我真的非常喜欢 是Pay My Grass他家的这个双色腮 如果你们看我之前的开箱会知道 我之前一次入了很多他家的腮红 在众多腮红里面 我去旅游的时候 去黄金海岸旅游的时候 带的就是这块腮红 贼好看 画那种楚楚可怜的腮红用它非常合适 接着我的下巴鼻子扇根 包括额头这边 然后眼睛这边用到的都是 我还没给你们看里面 用到的都是这边这颗比较偏紫的颜色 它上脸呢不是那种非常紫 但是又显得整个人可怜巴巴的 然后会把皮肤更提升一个气色 用它还是会显得整个脸肤白貌美的感觉 非常可爱有没有 然后这盘另外一颗颜色呢 是比较浓郁一点的蜜桃粉 我是在刚才巴尼菲那颗腮红上面呢 叠加了这颗蜜桃的颜色 一样上脸很可爱 如果你想打造可爱的妆容 或者是日杂比较温柔刮的妆容 它也是都可以做到 所以就是嗯 这边的这个颜色也是非常好看 所以这两颗拼在一起呢 就是可爱和温柔的结合 跟大家说腮红真的非常重要 我有一些朋友她是那种比较尖的瓜子脸 其实她们很多人是不太爱涂腮红的 她们脸上流白不多 但像我这种脸比较圆的女生 流白比较多 我觉得涂腮红呢会显得脸 不光是更有气色吧 立体感也会上来 还会显得脸小 所以说腮红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今年呢我也有入手不少腮红 所以我能从这么多腮红里面挑出这八块 都是我自己用下来非常喜欢的 那可能根据每个人的肤色不一样 腮红上脸呢也会有一点千人千色的感觉 但是没关系 这支视频呢也就是想给大家起到一个参考的作用吧 那希望这支视频你们看的还开心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给我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 也不要忘记follow我的social media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我非常爱你们 下支视频见吧 拜拜 by bwd6